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深入探讨雷霆2000 这一台湾陆军最为倚重的反登陆武器 雷霆2000是中山科学研究院借鉴全球主流火箭炮设计理念 自主研发的一款现代化多管火箭炮系统 旨在更新换代老旧的宫东6型117毫米多管火箭炮 在2001年的汉光演习中 雷霆2000火箭炮系统展示了强大的火力 在短短52秒内 它连续发射了27枚火箭弹 这些火箭弹在目标海域上空释放了7209个小型炸弹 这些炸弹覆盖的区域相当于6个足球场那么大 展现出了广泛的打击范围和强大的破坏力 这次演习证明了雷霆2000的威力 使它成为全球最顶尖的火箭炮系统之一 设计上 雷霆2000的火箭发射器 采用了与美国M270相似的模块化理念 发射框架与火箭储存箱分离独立 在战场上 只需利用底盘自带的吊车 迅速替换已发射完毕的发射箱 并装上新出厂的密封发射箱 整个在装填过程仅需7分钟 极大的提升了作战效率 相比之下 供风6型的发射管 与旋转机所一体化设计 需人工逐一装填火箭弹 一次完整地在装填耗时长达17分钟 这在分秒逼争的战场上 无疑增加了巨大的风险 此外 雷霆2000在自动化方面的进步 还体现在人员配置的优化上 操作团队从供风6型的6人 精减至3人 同时 弹药选择更加灵活多样 只要发射箱能与发射器框架适配 并成功接入车载射控系统 雷霆2000便能搭载并发射 多种类型的5G弹药 进一步增强了其战场适应性和作战效能 目前 中山科学研究院 为雷霆2000研发的火箭弹系列 已扩展至四种 包括15克瓦叉 30克瓦叉 45克瓦叉 及初步测试完成的66克瓦叉 这些火箭弹各具射程 为力 灵活组合 以满足多样化的任务需求 接下来 让我们简要了解它们 首先是15克瓦叉火箭弹 它源自公风6型火箭弹的改良 保持117毫米弹径 重达42公斤 长约1 96米 其特色在于 采用了定时轰炸引信 替代了公风6型的碰撞式引信 并装备了钢珠高爆战斗布 每枚携带6400克 直径6 4毫米的钢珠 主要用于杀伤转目标 雷霆2000的发射机框架 可装载3个15克瓦叉 火箭模组 及60枚火箭弹 射程覆盖7至15公里 相比公风6型 其杀伤范围更广 30克瓦叉 则将弹径提升至182毫米 全长3 9米 重量达到186公斤 最大射程 扩展至30公里 它提供了钢珠高爆战斗布 与人员软目标 双用杀伤战斗布两种选择 钢珠高爆战斗布 沿用了15克瓦叉的 空炸定时引信 并能携带 多达1万8300枚 直径8毫米的钢珠 穿透力增强 可贯穿4 75毫米钢板 单发最大人员杀伤半径 约100米 而APAM战斗布 则类似美国M26火箭弹 内置267枚M77APAM双效弹药 通过螺旋轨迹 飞行散步钢制破片 能在目标上通 形成强大杀伤力 足以穿透8至10毫米后装甲 造成严重伤亡与心理威慑 雷霆2000 可搭载三个30克瓦叉模组 共27枚火箭弹 接下来是45克瓦叉 其弹径较30克瓦叉 更大 达到227毫米 弹长约4米 重305公斤 最大射程增至45公里 它同样配备了增强的 钢珠高爆战斗部 和双用杀伤战斗部 45克瓦叉的钢珠高爆战斗部内 含25000枚8毫米钢珠 杀伤范围进一步扩大 双用杀伤战斗部 则据说重达175公斤 可装载518枚M77APAM双效弹药 雷霆2000的发射器 可同时安装两个45克瓦叉模组 共12枚火箭弹 此外 中山科学研究院 为雷霆2000增添了66克瓦叉 火箭模组 并于2023年 顺利完成了射程70公里的 66克瓦叉增程火箭弹 及射程150公里的战术导弹的 初步战术评估 极大的提升了雷霆2000的性能 使其堪比台湾版的海马斯 66克瓦叉 作为新颜增程火箭弹 其射程最初规划为70至100公里 后调整为50至70公里的精准型号 并包含射程150公里的战术导弹版本 目前 这两款弹药已完成初步作战评估 然而 由于66克瓦叉增程火箭弹 战术导弹弹箱重量过大 无法适配现役雷霆2000发射车 因此 计划采购符合要求的 8×8火箭导弹发射车 作为新作家 新发射车 计划为每个66克瓦叉模组 搭载4枚火箭弹 雷霆2000将配备两个模组 及8枚 战术导弹则计划由另一款 新式发射车搭载 预计每车2枚 这种混搭模式结合高机动性 使台湾陆军在防卫作战中 能灵活配置5G系统 中山科学研究院 已向欧美车厂 征集8×8发射车 采购异象 并启动招标流程 据悉 捷克表达了高度兴趣 其泰托拉公司生产的 8×8车辆 引性价比高 被视为雷霆2000的理想伙伴 尽管66克瓦叉模组的发射车 尚未最终确定 台湾陆军对雷霆2000人 充满信心 期待其成为 反登陆作战的利器 在反登陆作战中 雷霆2000能覆盖 从海上换乘区 至滩头的广阔区域 45克瓦叉火箭弹 以其最远射程 适合对换乘水域 进行覆盖射击 特别是携带 双用杀伤战斗部时 对以大型舰船为中心的 小艇集群目标 尤为有效 据中山科学研究院数据 雷霆2000能在48秒内 发射完所有12枚 45克瓦叉火箭弹 30克瓦叉火箭弹 则针对登陆艇群汇合 及两栖战车抢摊区域 实施精确打击 27枚弹药 可在54秒内发射完毕 而15克瓦叉火箭弹 则负责计案及桥头保区 30秒内 可发射全部60枚火箭弹 形成从计案到摊头的 密集火力网 雷霆2000 还配备了先进的车载声控系统 及自我测试功能 确保快速 高效打击的同时 能迅速发现并修复系统故障 提升战场生存能力 此外 中山科学研究院 还开发了配套的操作训练 与保修模拟器 简化人员训练流程 增强基层部队的 自主后勤保障能力 总之 雷霆2000 载挥力 射程 精准度 自动化 及快速反应能力上 军员超工程六行 成为台湾陆军 不可或缺的作战装备 尽管美国同期曾向台湾推销 M270多管火箭系统 但经成本效益考量 雷霆2000 以其仅为M270三分之一的价格 和同样出色的性能 最终让台湾军方决定放弃M270 唯一遗憾或许在于 雷霆2000缺乏实战经验 然而 令人惊讶的是 这款备受台湾陆军青睐的雷霆2000 竟遭遇了长达十年的研发停滞 未能顺利量产 问题并非出在发射系统技术上 而是火箭搭载的底盘带具 始终未能定案 起初 雷霆项目团队 青睐美国奥什科什公司的 M977是8乘以8重型卡车 作为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发射车 其表现优异 因此 被选为雷霆2000的原型车底盘 并顺利通过了综合测试 即将投产 然而 奥什科什公司的高昂报价 几乎是中山科学研究院预算的两倍半 迫使项目团队放弃该底盘 转向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雷霆2000底盘的采购之路坎坷 历经17次流标 导致整个2000年代 雷霆2000 极有一辆孤独的原型车 严重拖延了换装进程 转机出现在2009年 台湾宣布 全新改版的雷霆2000 即将进行测试 并计划在年底完成 作战能力评估 这一消息令人意外 因为早在2007年 雷霆2000发射车的采购 已悄然进行第二次招标 韩国广电公司中标 计划采购54辆 HX81式八成以8重型卡车 作为载具 单价约为1800万新台币 项目分两阶段进行 先组装三辆样车 进行初期作战评估 通过后再生产剩余的 量产型卡车 同年7月 雷霆2000火箭运输 估计车的招标 也被韩国厂商以低价夺得 总价约1亿9000万新台币 平均每辆380万新台币 这一选择引发了外界质疑 认为台湾自主研发的 王台武器搭配韩国卡车底盘 显得不寻常 进一步调查揭示 韩国广电公司 十位一家吊车改装企业 其竞标产品系 从德国曼公司购入的 八成以四商用卡车改装而成 技术风险不容忽视 此外 另一家韩国厂商奇亚 也因其背景被单独提及 引发更多关注 据2009年10月的报道 KI公司提供的卡车外观 与南斯拉夫制造的 FAP-3232 INSTEP8 乘以八轮式卡车非常相似 疑似为改装产品 这引发了对其质量的广泛质疑 更令人担忧的是 KI公司无法全面掌控 所有关键组件的生产和供应 这意味着 在服役期间的后勤保障 可能会出现问题 此外 合同中仅包含两年的保修期 一旦保修期满 后续的维护工作将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 届时 中山科学研究院 可能会陷入不配件可用的困境 这将对雷霆2000的运载车 底盘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 构成严重威胁 面对不断上升的舆论压力 中山科学研究院 和台湾相关部门 最终做出了妥协 曾一度拒收韩国广电公司提供的三辆样车 然而 韩国方面随即展开了强烈的舆论反击 并提出了高额违约金的要求 经过多轮艰难的谈判 台湾陆军司令部最终决定 继续使用广电公司的火箭炮车底盘 同时放弃尚未签约的KI公司 转而通过特殊渠道 引进意大利伊维克公司制造的 57辆8乘以8卡车 这些卡车将被用于火箭炮的供给和后勤支援 尽管雷霆2000项目 仍然面临两种底盘并存 以及复杂的后勤补给问题 但量产工作终于得以推进 量产型雷霆2000 在架构上与原型车相似 然而由于量产筹备时间长达10年 部分电子组件在投入服役前已显得有些过时 因此 项目团队对其进行了多项关键改进 包括升级射控系统的中央处理器 以及更换更先进的法国导航系统 以确保这些车辆能够适应现代战场的需求 并提升整体作战效能 2012年8月 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正式交付台湾陆军 由陆军六军团炮兵指挥部实验营 进行为期一年的装备测评 首个雷霆2000多管火箭战备营 于2013年内组件完成 原计划中 雷霆2000将部署于金门 马祖等外岛 以加强台湾防御 但随兵力调整 限三个营共43套雷霆2000系统 被部署于台湾本岛与澎湖 执行防御任务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下期再见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